你好 欢迎收看4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夏佳慧 7、8月即将进入花莲的观光旺季 但在全县各地的垃圾厂 早就因为宜兰的利泽检收而大爆满 这也让垃圾问题迫在眉睫 因此县长徐政委19号下午 特别率队前往台泥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靠插气化炉以及相关设施的建设进度 花莲县111年产出垃圾 平均每日约173.9公顿 除了部分乡镇有垃圾掩埋场外 以往大多是转运到宜兰利泽焚化厂来做处置 但随着垃圾检收 花莲县各地的垃圾厂也跟着大爆满 只能先行打包堆滞 气体都在这边流动 生料子也在这边流动 垃圾问题迫在眉睫 因此花莲县长徐政委在19号下午 特别率队前往台泥达卡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考察企划炉及相关设施的建造进度 现在想说第一个 7月7、8月已经进到暑假的旺季 你光光旺季 垃圾压有一个大增 那历则现在又没有办法 我们消化太多 那所以也是现在来了解 像目前我们的这个资源再生中心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如期如真来完结 对这个部分 我们有就是提出了一个就是所谓的部分验收 就是让设备跟我们整个都可以先做所谓的四艘运转 然后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帷幕外的 那个在跟这个我们整个生产体力比较没有关系的 我们外面再去做一些把它做一个施工 我们希望争取在短时间之内 我们6月份先开始投垃圾后 7月初开始四艺转 四艺转后呢 我们必须要在11月份 拿到部分验收后的执照 在企划炉正式启用之后 预计每天可以烧200公吨的垃圾 比原先签订的135公吨还要多 预留的部分将会用来处理 事业废弃物以及堆制的打包垃圾 未来台泥公司也将规划 多种寓教娱乐的生态体验馆 及生态教育场域 并将空气检测数据公开在打卡园区 让水泥窑协同处理废弃物的流程透明化 民众也会更加安心 记者 许丽晴 秀灵香报导 感谢观看